玩什麼吃什麼跟著旅士狗 嗨 我是怡學恩 前幾天呢 非常的狼狽 因為第一天沒睡好 然後第二天呢 因為行程 也不是說太滿 就是走了一整天的路很累 所以我也不確定自己拍了什麼 那今天呢 就是現在起來要前往 上野的新幹線要搭車 這次要去仙台 那為什麼要去仙台呢 主要是想要去吃牛舌 因為聽說仙台的牛舌還蠻有名的 雖然失去也吃得到啦 但就想要跑去那裡順便去玩一下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搭的是 6點38分的新幹線 對 然後我這次用的是周遊券的部分 所以就沒有額外的費用 那這是有位置的 到那邊大概8點多左右 很早 然後因為這邊天氣太乾了 我就流血了 那我去買一點 喝的跟吃的 那我們就進去裡面等車 我這次使用的是JR東日本鐵路周遊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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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五天內不限次數 搭乘指定區域內的列車新幹線 讓我前往仙台非常的方便 讓我前往仙台非常的方便 我到仙台了 那我要先去搭JR線 去松島海岸那邊走走看看 現在來到的是松島公園 那這裡呢 就真的是一個公園 非常的開闊 然後這邊出去呢就是海 這些都是小島 然後中間這個比較大的是可以上去的 它那裡有一座橋 紅色的橋 然後船都是在這邊搭的 這邊可以買船票去搭船 有10張的橋 梁先生 瑞岩市五大堂 那這個是伊達鎮中所建立的 那好像是東北最古老的陶山建築物 那裡面呢放的是 以大聖不動明王為主的五大明王像 五大堂是日本東北地區現存最古老的陶山式建築物 佛堂內供奉著五大明王像 每33年才公開一次 真的非常的神秘 接著我們要來瑞岩市 那瑞岩市呢 原本是由慈絕大師元人所建的 那時候是800多年的時候 那後來是由伊達鎮中 再重新重整過 那我們去看看它現在是什麼樣子 那因為伊達鎮中呢 蠻喜歡華麗的東西 所以那個呢 都好像聽說是用金絲還是什麼的 做出華麗的圖樣 後面這就是它的本堂 但是它不能直接從正門進去 要從側邊繞進去一圈 然後裡面要拖鞋 那裡面不能拍照也不能攝影 但是裡面可以看到它那個金光閃閃的屏風啊 全部都是用金絲所弄出來 像有孔雀啊老虎啊老鷹啊等等 都非常的華麗 我覺得看到其實蠻震撼的 那因為裡面不能拍照攝影 我也沒辦法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有來這裡呢 一定要進去看看 然後因為裡面非常安靜 然後走在木頭上的聲音呢 就是感覺自己重量很沉 那大家可以進去裡面繞一圈 裡面很美 離開瑞顏市了 那我們從這裡往外走 我們等十一點要去吃麗酒牛蛇 對沒有錯我心心念念的牛蛇 那牛蛇吃完之後呢 早上的行程呢就大概告一個段落 然後下午呢就會去仙台市那邊去看一達正宗 去稍微沾仰一下它的帥氣模樣 點了一個這個 是三枚六千 然後它是一個套餐 然後等大家上桌呢再跟大家分享 蜜酒牛蛇 我覺得應該蠻好吃的 那它後面菜單很多海鮮類的東西 我的牛蛇套餐上桌啦 看起來超級豐盛 左上的山藥泥呢吃起來很清甜 但口感我不是很喜歡 滷汁牛肉我不太確定是哪個部位 但配飯很好吃 主角牛蛇帶一點厚度 脆痰的口感配上各種原材 超級好吃的 那牛尾湯呢不僅湯頭清爽 底頭肉也軟爛好入口 整體都超讚的 推薦大家有機會來一定要吃看看 剛剛吃完了麗酒牛蛇 那出來呢大概十一點半 現在風非常的大 我決定去那個浮浮橋 然後那邊走一下 走一圈 然後出來 我們就去先送到海鮮大車 看這裡的景色非常的好 我帶大家看一下 看了一下風景 我們要來回頭搭車啦 那我們上半天的行程 先到這裡啦 我們下午見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分享影片 另外如果不定期更新影片 記得訂閱開啟鈴鐺 才不會做過新影片發布 那我們下集見 暫停 結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